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說 如何簡單挑選亞洲優質的物流和數據中心的房地產信託基金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上一集 香港推出了亞太房地產信託基金的ETF 有網友問我有沒有優質的REATS推介 我想REATS有很多不同的總量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最重要是符合未來增長趨勢的REATS 上一集我們看過的ETF 例如酒店、商場、寫字樓 過去1至3年的表現都相當差 但物流和數據中心的表現是做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選對行業 因為你選錯行業 你選到一隻最好的股票 都是不行的 例如我買商場REATS 就算買了領會 銀行股 我買了招商銀行 表現都不好 就算它在裡面算是做得不錯 所以就是選對行業 就算你選錯股票表現都不會太差 今天我們說的物流和數據中心的REATS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如果我們作為散戶 又不是要看很多資料 我們一開始怎樣去選一些REATS 再做深入研究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自己覺得有兩個準則 因為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大家去投資REATS 都希望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資產 以及有一個穩定的派息現金流 所以如果在股價來說 當然派息的穩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我們未看派息前 我們起碼看了一個叫股價 就是我選股的準則 大家如何篩那些REATS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年股價上升至少5%以上 一般的REATS 它的派息至少有少則2-3厘 一般是4-5厘 強的那些是7-8-9厘 但過往根據我的經驗 派得高息的那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都是富豪房地產 或者國內招商房地產信託 月秀 派息都可以 但股價是不行的 因為增長很低 甚至是有倒退 之前有隻春泉還跌到媽媽也不行 息都派不到 虧錢 所以不要貪息高 如果一年股價升5% 加上有3-4%的股息率 也有9-10%回報 我自己覺得是可接受 或者大家覺得是認同的比率 不是一般股票 可能你升10%多才覺得不錯 另外除了看一年之外 一年是一個短期的趨勢 三年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當然大家喜歡可以看五年 但有些REATS可能 都不是上市很久 而且三年也是一個短期 中期的趨勢 短期的趨勢可以 中期的趨勢可以 代表這支REATS也是一個不錯 但可能是三年股價表現 超過15% 但今年的表現 是-10% 代表三年前這支是可以的 好像領回一樣 但今年開始慢慢走下波 趨勢轉變 這也是一個頗好的指標 我們去到投資REATS 除了香港那些之外 其實在澳洲、新加坡、日本 都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 因為香港REATS其實很少 但新加坡、日本和澳洲 當然最大是美國 這些地方 其實去收息都要收股息稅 如果比我們鄰近 新加坡的股息稅是0-15% 但REATS是不用收的 美國也三成 日本也15% 另外英國也10% 澳洲也起碼三成 歐美或加拿大也25% 在歐美地區買REATS或日本 我們都要留意股息稅的問題 起碼普遍15-30% 所以我之前也會覺得 新加坡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地方 一方面REATS的行業選擇比較多 還有很多房地產信套基金的業務 都很環球性 所以我們雖然買新加坡的房地產 但某程度上都投資在環球的地方 還有很多種類 有工業、物流、醫療、數據中心 寫字樓、綜合等 所以可以做到分散風險壓果 所以我早期的懶人投資組合 都建議去買新加坡的REATS的ETF 好 我們看看 我找了一些資料 綜合了 今次我沒有找美國 主要是亞太區 日本、澳洲、新加坡 以及深集香港 主要是找一些物流和數據中心的REATS 可能裡面未必完全齊全 但都是一些很主要的 我們看到裡面有20隻 香港、新加坡等等 澳洲和日本 這是他們的代號 大家將來有興趣買 可以進入代號 當然大家要買一個比較國際性的平台 我建議 Internactive Brokers 就可以買到這裡 好了 我們去看看 剛才說的 有兩個準則 一個是逛一年有5%升幅 另外三年有15%升幅 可能高一點 如果我們計算每年5% 複息應該是超過18% 18-20%比較好 但不要緊 大家有一個概念 我藍色剪掉這些 是做到這個結果 一年都有超過5% 三年超過15% 另外 我們看到一年和三年都是負數 有三隻 即是帶出什麼呢 就算是買一個上升的行業 也有一些是做得比較差的 所以我們盡量選一些股價做得比較好 我們看到第一個是 CAPO DC Rate 一年升了50% 也很厲害 比一般的股票 三年升了120% 這個比較誇張 就是主要做數據中心 然後Maple Tree Industrial Trust 和Maple Tree Logistics Industrial 主要是工業貨倉 但它有20%多都是做數據中心 在增加那份額 Maple Tree Industrial Trust 和Maple Tree Logistics 就是物流中心 主要為主 另外 我們看到日本也有兩隻 挺好的 Misu Fuduzan Logistics 和Mitsubishi Estée Logistics 我們看到它的表現都頗平穩 一年差不多有10% 三年接近有五成的升幅 而香港來說 其實有兩隻 它不是REIT 但都是數據中心和物流概念 新二網就是一個數據中心的股票 而它一般幾年以上 都是將它收到的盈利 100% 都像是一個REIT 但當然它不是REIT 因為它不是法律規定 另外ESR Cayman 其實是一間新加坡公司 就來香港上市 都是搞物流的房地產 都做得不錯 它比新加坡上市的ESR REIT 但當然這隻是股票 它沒有派息 因為上市了兩年左右 但表現做得不錯 項目也不錯 所以我們剪輯了這些 另外GLP、JREIT 也做得不錯 我們看到 我剪輯了那些是做得比較漂亮 我們中觀這裡大概有 看看 19隻公司或相關類型的股票 我們看到如果我們 有時不太懂選擇 例如我覺得這個行業多好 我就買多幾隻 或者買大些市值 我當買20隻 在三年內有升的公司 因為有一隻剛剛上市 不是太久 最下面是CRE 其實我們看看 裡面有八成 以上的公司都是正數回報 三年都是十多公司 這個還未算派息 只有三隻是差勁 所以我們看到一點 這一點就是 選對行業的重要性 然後選幾隻 可能大些市值 或者我純粹用股價去看 那個選股 這樣也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不要說 看到它跌這麼多 正搭低級 那你就糟糕 或者貪息高 我們看回 覺得符合條件 和虧本貨的三隻 派息是怎樣 我們看看 蝕本貨的三隻派息 即是紅色交叉這三隻 一個是7.5厘 一個是6.92厘 一個是8.32厘 我們一般朋友看到 嘩!還不搭糖 真棒 但反而我們最近的幾隻 例如是這個 CAPL 好像只有2厘 CAPL這隻2.71厘 Maple Tree Industrial 3.83厘 Maple Tree Logistics 3.83厘 其他剪的幾隻 其實都是2-3厘 新意網都是2厘多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 因為它的盈利增長 股價升得快 所以 額不太高 好像以前的領匯也是 3厘多 但是它的表現是 贏了自負房地產 贏了月秀 可能是派5-6-7-8厘 那些公司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派息穩定增長 從股價幫助到 找到這些公司出來 千萬不要買股價大跌 或者跑輸大市 如果全世界都跌 沒辦法 原來有些升有些跌 即是你買下跌的東西 別人在升 即是你買錯的東西 大家要特別留意 所以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幫助大家 去選一些 其實選股票也是這樣選的 例如我想選一隻股票 例如我買指數成分股 又不買小股 很簡單的 怎麼選 例如股票一年的回報 應該要有多少 例如是10% 或者是 如果是三年的表現 我希望有超過三成或四成的表現 大家可以自己定一個準則 當然不要太誇張 我想10%和30% 都是一個不錯的標準 我便在裡面選擇 每個人都做到 或者是跑贏大市 千萬不要買輸的股票 通常結果都是 以前覺得輸完會升 但現在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因為以前的經濟比較周期性 即是經濟開始膨脹 開始加息 原材料價格上升 人工一升 最後供過於求 就會導致衰退 衰退之後 市場開始減息 人工低 原材料價格低 而且供應不足 就會導致另一個經濟的膨脹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世界 經濟周期不是整體 是個別行業的周期 有些行業是超級長的牛市 有些是超級長的熊市 即是石油價 即是超級長的熊市 有沒有彈上來 沒有 而科網股 一些醫療股 就是一個比較長的牛市 中間大跌完也會抽上去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 今天的分享到此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給個讚 分享和訂閱 多謝各位